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天16演練空中加油解放軍空軍作戰目標花月第一島鏈 《解放軍報》3月1日頭版圖片報導 空軍航空兵開展空中加油的訓練 這次是中國軍方首次公開展示 解放軍的主力戰機天16戰機加油的畫舞 作為一款雙助雙發的多用途重型戰機 空中加油可以令到天16的載重和行程優勢進一步發揮 天16戰機的戰鬥機輪自身作戰半徑是1,500公里左右 進行空中二次加油的情況下 作戰半徑可以擴大到3,000公里 執行遠海長航時的作戰任務 對於第一島鏈和島鏈外地面海上目標發起精確的打擊 所謂的第一島鏈就是北起日本、琉球墳島 終接台灣、南至菲律賓 第一島鏈從地理名詞成為國際政治的名詞 是源於冷戰時期的 美國第一島鏈的佈局最早並非用來對付中國 而是針對前蘇聯 而現在更多分析認為台灣成為美國利用第一島鏈 阻止中國發展的重要據點之一 說回解放軍的天16戰機空中加油擴大了作戰環境 表明中國空軍在飛越島鏈、管控東海、戰巡南海、花穴高原 實現了全力作戰方面的戰略轉型基本成功 殲16就裝備了主動電子素描、雙控陣雷達 可以同時識別攻擊多個目標 並且具備了遠距離、超視距空戰的能力和強大的對地對海打擊能力 與千轟7比較 殲16的機體更大 最大的載彈量是12噸 可以發射B-10、B-15空對空導彈、櫻擊-83、櫻擊-91、空地-88等空對地導彈 而在機載油量本來已經相當不錯的情況下 殲16戰機現在還具備了空中加油的能力 這個設計相當清晰地表明了 殲16的未來作戰空域主要是在遠海 而不像殲10、殲11那樣主要在第一島鏈以內防空作戰 殲16多用途雙發雙助戰機 從設計的時候開始就脫離了傳統的國土防空型戰鬥機的範疇 它的航向始終是指向遠海的大洋 而殲16戰機雙匹配解放軍的運油20空中加油機 最大的起飛重量是220噸 最大的載重量是66噸 最大的航程是7,600米 最高升空是13,000米 飛行的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800公里 可以同時為三架戰機空中加油 一次本土的空中加油 遠程的轟炸機航程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而戰鬥機的航程可以增加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 運輸機的航程可以增加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八 大大增強了解放軍的遠洋作戰能力 去年11月28日台灣的防務部門曾經通報 說當日一共有27架次的解放軍軍機進入台西南空圍 通報中首次出現了混油20空中加油機的身影 引發了島內媒體的廣泛關注 消息一經發佈 台媒都紛紛在第一時間以混油20首現台海為體 報道這件事 其中聯合新聞網報道說 混油20如此和殲16戰鬥機在空中演練空中加油 轉體一下北京東殘奧的火具開始傳送 北京2022年東殘奧會的第一路火種3月1日 在英國的曼德維爾採集 這次來自殘奧運動發源地的火種 隨後將會與另外的八路火種會集 申請了本屆東殘奧會的官方火種 有人問為何東殘奧會的火具不像夏季奧運會一樣 在希臘點燃 而是在英國的曼德維爾點燃 這是因為這個位於倫敦西北大約80公里的小村莊 神經科醫生古特曼在1948年倫敦奧運會 開幕當日組織了16名病人 在輪椅上進行了一場射箭比賽 成為照亮殘奧會起航的第一盞明燈 74年之後曾經多次參與東殘奧會的 英國輪椅兵壺運動員馬薩 用手中的火具燃點火種盆 象徵著北京東奧會完成第一路 也是唯一一路境外的火種採集 而說回東奧會 俄烏戰爭戰士影響了北京東殘奧會參賽運動員 進駐選手村的日程 距離北京東殘奧會開幕只剩下三天的時間 目前長館各方面的工作已經準備就緒了 不過在開幕前發生了一件不太尋常的事 目前只有630名運動員進入東奧村 人數比預期少 本屆東殘奧會設有六個大項 78個小項 總共有48個代表團參與 這48個代表團主要是歐洲國家 由於俄烏戰士突發爆發的原因 很多歐洲國家的航機 沒有辦法經由俄羅斯領空飛往中國 由於事發突然 航機的路線受到嚴重影響 很多航空公司手忙腳亂 要開迫身的航線都很麻煩 因為如果要借用其他國家的領空 需要辦理很多手續 因此由於歐洲國家和中國距離十分遙遠 中間又隔了這麼多個國家 領航公司方面面臨巨大的麻煩 根據資料顯示 今次參加東殘奧會總人數是1700多人 如今大約有630名運動員抵達 還有一千多名運動員 還在路上或還未出發 如果這些運動員仍未能抵達 開幕式或賽事都可能會相應受到影響 而從韓國平昌東殘奧的獎牌坊 獎牌坊上絕大多數都是西方國家 例如英國、德國、法國、荷蘭、瑞士、意大利、挪威、奔蘭、奧地利、西法牙等 在平昌東殘奧會上 美國以13枚金牌居於首位 加拿大以100枚金牌位居第三 澳洲有一面金牌 這三個國家飛往中國的客機 並不會逃經俄羅斯領空、運動員、來華沒有受到影響 受影響主要都是歐洲國家 中國在平昌東殘奧會上 只獲取一枚金牌 這屆中國代表團的人數高達217人 其中運動員有96位 這也是中國參加東殘奧會以來 分母最大 運動員人數最多 以及參與項目最全面的一屆 雖然有些風暴 但相信東殘奧會也能像東奧會一樣舉辦 而會成功 公安部要求排查來歷不明的婦女兒童情況 打擊拐賣犯罪 公安部決定自3月1日至12月31日 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 要求集中摸清排查一批線索 特別是對於來歷不明的流浪黑衣 智力智障 精神疾病 龍啞殘疾等婦女兒童 確保沒有來歷不明的人士居住在當地 要建立現存的舉報機制 廣泛發動群眾揭發檢舉涉及拐賣線索 對於疑似被拐賣人員和尋親的人員 要第一時間採集DNA等資訊 加強資訊的研判 為專項行動提供有力支持 公安部已經牽頭成立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領導小組 公安機關將會組織開展專項行動 確保專項行動有聲威 能夠有實效 堅決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 最後看看浙江一位媽媽收養了一位非洲男孩 巴比十一年 在浙江省金華市 拍攝鄉一個小村子裡 一個是有非洲人特色的黑色年孔和中國本土居民 不能格格不入 她叫巴比 是一個被非洲父親遺棄在中國的小男孩 這裏距離南溪市區大約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巴比和收養她的媽媽聖美娟就住在這裏 聖美娟是一個平平凡凡的普通婦女 但為何會獨自撫養這位非洲小男孩十一年 她們的故事可以說在當地流傳到廣為人知 2004年小巴比在中國的浙江省出生 她的父親阿里來自西非國家多哥 主要在義烏市場那一帶從事藥品原材料的採購生意 她和一名中國女子相愛 隨後結婚有了小巴比 但婚下兩人感情不太好 小巴比出生不久 她的媽媽就和阿里分手 也從此離開了巴比 而有一天阿里就說要親自運送一批 非常重要的藥品原材料出國 就將當時年僅四歲的巴比 交給私人司機 盛曉陽照顧 但阿里離開後就再沒有音訊 多年以來盛曉陽輾轉到多地 但都沒有辦法聯絡到阿里 而盛曉陽和太太幾次因為養育巴比的事 還發生了矛盾爭執 盛曉陽只能把巴比送到浙江老家父母 而她媽媽聖美娟知道了巴比的故事 聖美娟同意讓巴比留下 除了巴比的衣食住行之外 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巴比的戶口 最後 浙江媽媽聖美娟和巴比的故事 引起當地熱心人士的關注 通過政府特事特辦政策的關懷 浙江當地民政局為巴比解決了國籍和戶口的相關問題 提到姓媽媽,巴比也很感激 如果不是我媽媽 我早就不知道凍死在哪個街頭 是她給予了我第二次生命 長大以後我會好好回報她 巴比讀小學時需要千多元入學費 鄭美娟還去附近的家工廠拿針墊工作回家做 醜齊了學費 剛剛上學時巴比的膚色和學校裡的小朋友都不一樣 有些小朋友還會笑她 而且因為她無父無母 巴比的內心比同名人更有自卑感和敏感 姓媽媽每次都跟巴比說 你就是媽媽的真孫 你就是中國人 和大家一樣 現在學校裡的小朋友都願意跟巴比一起玩 還非常活躍和積極 巴比在體育競技方面最擅長 巴比的戶口簿上 她改了中文名字 她叫成天一 媽媽就是鄭美娟 十幾年以來已經是事如一家人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